民意抗黨議罷免陳柏惟 今天我們是陳柏惟十大暴頭罷免新生大公開記者會 大家要知道我們台中人的特色是溫和善良穩健包容 但是非常可惜跟遺憾的是台中人給了陳柏惟一次機會 他可能認為他是一個清新的政治人物 可以代表台中有良好的問政 但是沒有想到他的問政都是荒腔走板 讓這樣的民意代表來代表台中 基本上是在羞辱我們台中人 現在你看到的一個好像看似謙卑 看似好像願意苦行 願意去和解的陳柏惟不是真的陳柏惟 那如果讓陳柏惟罷免閃過了 那他一定會變成一個更囂張的陳柏惟 然後會變本加厲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回歸 就是到底陳柏惟是不是一個適當的立委 來做選擇 陳柏惟 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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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